第18题,将包装口香糖的铝箔纸剪成如图所示的形状,图中甲饼两处截面积相等,中央乙处截面积较甲饼处小,接着归缘取一个电压为9伏特的电子,并使裁剪过的铝箔纸成拱形弯曲,让两端的斜线处分别接触电池的正极负极,接触后铝箔纸温度上升,随机在乙处起火燃烧。 本实验中,铝箔纸乙处比甲饼两处先起火燃烧,原因可能是什么呢?我们看到呢,我们的乙处先起火燃烧,表示它的产生的功率呢比较大,它的电流热效应呢会比较大,那么我们同样是接在9伏特的电池上,所以它电压应该是一样的,电压一样我们计算的公式用的P是P等于V平方除以R,那我们电压一样。 所以如果我们的功率要大的话,我们电阻要小,所以就表示我们的乙处的电阻呢是比较小的,这也符合我们在教电阻的时候教过了,我们说电阻呢是会跟长度成正比跟面积成反比,那么所以我们的乙处的结面积比较小,它的电阻就会比较大,因此它的功率比较大,所以它会先起火燃烧。 所以第18题问我们说,本实验中,乙处比夹冰两处先起火燃烧,原因可能是什么呢? 我们答案选的是B,乙处的电阻比较大。